俄羅斯的股市呢 今天開張了 不過呢 這個重新交易只開放一半而已 那也問一下這個敏寬 在世界各股的這個圍堵之下 哇 重新開張會是什麼局面 俄國股市 不管開張有什麼局面 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是未來的半年的時間 俄國的經濟是完了 那為什麼是完了呢 很簡單 外國的企業不敢進去 那現在都在撤離當中 那撤離完了 目前來看這場戰事 一時半刻 就算會和談 經濟也不會好 如果不和談 打所謂的持久戰 現在巨船開始在挖豪鉤了 那如果進入所謂的一個 陣地戰之後呢 就是每天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然後大家吃吃糧食 先跟各位說 這種消耗戰 未來對全世界都不是好事 但是我們先來看 這是全部的歐洲全開吃了 為什麼呢 我沒有看過這麼團結的歐洲 我沒有看過來到這個地方 這一次對於美國來說 他完全幾乎是撿到槍 各位去想 川普在那邊喊了四年 德國你要加軍費 你要加軍費 人家德國梅克爾 現在有人開始說梅克爾的過去十六年 非常的Lazy 懶惰 為什麼呢 你都撿現成的 國防你靠整個所謂的北約 能源你靠所謂的一個俄羅斯 到現在呢 突然間德國話風一轉 他們現在要硬起來了 F35要買三十五臺 而現在各國都在買 我們先來看法國 法國這次馬克宏真的是勞苦功高 為什麼呢 沿路都在穿梭當中 先跟各位談 馬克宏不是很怕營營 馬克宏事情很多 馬克宏要選舉 這個時候法國人突然間發現 我們強大的法國需要馬克宏 為什麼呢 馬克宏各位去想想看 他這次去俄羅斯 好多人快怕死了 你知道怕什麼你知道嗎 怕什麼 怕他萬一在做整個核酸檢測的時候 他的DNA如果被拿走要怎麼辦 所以各位還記得那個長長四公尺的椅子吧 然後那個四公尺的椅子 其實被洗臉 雙方感覺在說話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吳丁在對他坎坎而談 談了六小時 談了俄羅斯過去的一個榮光 那這次呢 哇 人家說報廟七啊完 你知道為什麼嗎 法國財政部這是 哇打這一招真是漂亮 法國財政部這是繼瑞士之後 他們說你們俄國央行的財產 我要直接凍結 凍結臺幣七千億 那這次先說 現在對於整個俄羅斯來說 有錢人被制裁 寡頭被制裁 現在連央行都被制裁 那現在對於整個俄羅斯來說的話 就一個簡一句話 叫什麼你知道嗎 百葉凋零 為什麼叫百葉凋零呢 暫時進入第四周 現在大家開始在囤物資了 那為什麼大家在開始囤物資呢 情況不對了 怎麼說 現在跟各位談說情況有什麼不對 目前很多外國公司住在俄羅斯當地的員工 其實他是有所謂的留職停薪 但他們後面看一看 不對啊 老大跑掉了 那我現在未來呢 就算我公司重新開業 我那些高科技的晶片 我那些所謂的先進的一個產品 我全部都沒有任何地方 可以進來我公司什麼營運 所以大家一看 如果真的是持久戰 你知道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嗎 你在很害怕的情況之下 你會先幹嘛 先囤物資 所以囤物資現在囤什麼呢 糖 大漲 衛生紙 大漲 面食大漲 你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很諷刺嗎 因為這些都是他們本地的產品 先來談 俄國本身在全世界 甜菜的一個產量非常非常高 歐洲的糖跟臺灣的糖 我們不一樣 我們亞洲區的糖跟美洲的糖 是甘蔗做的 他們那邊是甜菜做的 俄羅斯的甜菜是全歐洲排名第一 衛生紙 先說俄羅斯的木材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第一是加拿大 面食更不用說 不是跟各位說過嗎 他們的小麥跟整個烏克蘭加起來 占全世界出口百分之三十三 結果現在大家怕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整個貨價空空如也 那為什麼貨價會空空如也呢 兩週前不是才跟各位說 放心放心 我們會全額公益 一定有飯吃 為什麼現在全部被搶光光 貨幣貶值啊 我貨幣貶值我出貨幹嘛 我一定先放在我的村口裡面 我到時候後面再來看嘛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預期後面的東西會漲價 那預期後面東西會漲價呢 你如果沒有的你會先囤 如果你有的你會不出貨 所以全部都在漲 全部都在漲 漲到什麼地步呢 現在不只是俄羅斯裡面搶 連歐洲都在搶 歐洲也在搶了 先來搶歐洲現在第一個 點片全部被搶光光 那點片可能很多人不太曉得 如果我們突然間核彈砰 爆了對不對 第一個時間要趕快吃點片 為什麼呢 抗所謂的輻射線 然後目前除了點片搶光之後呢 現在俄國經歷了一個 非常慘的一個處境 為什麼呢 全世界禁運完之後 你要看你的庫存能撐多久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 一般來說的話 抗生素一個國家的支援 因為我們臺灣算很會囤 我們囤兩年 但是以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們只有囤八個月到十個月 好你整個抗生素 囤八個月到十個月 你的高血壓的要囤半年 到整個十個月 吃完了怎麼辦 所以打仗之後 如果開始打持久仗的話 第一個大人沒有藥物 小朋友沒有奶粉喝啊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奶粉喝嗎 俄羅斯本身出牛奶 但是俄羅斯本身 他們沒有所謂的奶粉廠 他們的奶粉廠在哪邊呢 歐洲大型的奶粉廠都在瑞士 都在法國 都在丹麥這一代 所以就變成什麼樣呢 變成你有的別人沒有 而別人有的你也沒有 所以在國際上越來越 國際化的一個過程當中 當然今天俄國可以說 你不聽我的話 我讓你們家沒有瓦斯 沒有天然氣 可以取暖可以煮飯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讓你們家的小孩 沒牛奶喝 這是很大的一個麻煩 好回頭來看 雖然俄國股市 他是封閉的 但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是我們臺灣人都知道0050對不對 俄國國家經濟體也有0050 我們來看 這個是0050今年以來的報價 先跟各位說 過去六個月跌八成 單單最近 單單最近從三十塊跌到五塊六馬五 這個報價是美金版的報價 我這是拿美國版的 那各位 如果是蘆布版要怎麼辦 蘆布版是股價跌一次對不對 貨幣再跌一次 我們換下一張 所以你說可不可以和談 可以和談 可是重點是什麼呢 臺灣話在說 會好也不會完轉 為什麼會好也不會完轉呢 最近之前是蘋果不出貨 對不對 現在後面更慘了 高通也不出貨 那高通也不出貨代表什麼呢 過去你沒有蘋果用 你說我可以很驕傲 沒關係 我就開我就用安卓系統的 各位 如果只要高通不出貨之後呢 你連小米手機你都沒得用 你連小米手機都沒得用 所以現在包括高通 包括LG 華碩本身也進了 蘋果也進了 全部都停止出貨 那各位都停止出貨 代表什麼事呢 過去的日子你沒辦法過了 所以很多人變得很不順利嘛 我過去我過什麼手 過什麼地鐵站啊 坐火車啊 逼一下逼一下都有了 那現在呢 通通都沒有了 但這件事情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過嘛 這件事情讓整個歐洲做了一個 完全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為什麼呢 過去這個歐洲就是 我們就有錢就好了 我們日子過得好就好了啊 反正我們的國防 我們就靠美國 我們的能源 我們就靠俄羅斯 但現在看一看 沒什麼理想 既然沒什麼理想 各位方向策略要不要換 當然要換 所以我們來看喔 德國之前 他們在二零二二年 有三座核電廠 本來要做整個停止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要非核家園嘛 德國說他們今年不停了 然後不停完之後呢 比利時隨後跟上 比利時就在星期天的一個新聞當中 他們就說了 本來他們的核能二零二五年要退 跟我們臺灣一樣 現在延後十年 那為什麼呢 因為電力太重要了 所以俄羅斯的供貨 靠著他也不對 不靠他也不對 那現在人怎麼辦呢 就要自立自強 所以不只是在軍事上自立自強 能源上也要自立自強 外交上也要自立自強 但有些小國家撐不住了 撐不住到什麼狀況呢 先跟各位說居然連大學連考都沒有考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過去他們的經濟就靠中國 那經濟靠中國 所以他們最重要的像漁業 茶葉農產品等等 就全部賣到中國去 但他們有一件東西很重要 斯里蘭卡很多人喜歡去那邊旅遊 因為真的好玩也便宜 可是他們的客人是哪邊呢 俄國的客人烏克蘭的客人 因為我們臺灣去斯里蘭卡太遠 我們大概最遠就跑到泰國去而已 那現在呢 經濟靠中國 中國不行 旅遊觀光靠二國也不行 所以現在窮 窮到什麼地步呢 窮到沒有錢買籍 那沒有錢買籍 很多人就說 那沒有錢買籍會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錢買籍 讓三百萬學生要考大學連考 目前無限期延後 那為什麼呢 連考卷都印不出來 考卷都印不出來 先說連考卷都印不出來 所以三百萬學生考試目前 無限期延後 但這個呢 這是斯里蘭卡一個現象對不對 最近還有一個國家跳起來 哪個國家呢 埃及 很多人就說 上個禮拜好多主播 好多記者都在問我 那他們是全世界的糧倉 俄國跟烏克蘭是全世界的糧倉 全世界小麥三十三出告 整個全世界去 臺灣會不會沒小麥吃呢 我先跟各位說 我們臺灣的麵包跟全世界一比 我們是很貴很貴的麵包 為什麼呢 我們臺灣的麵包進口第一在美國 第二在澳洲 第三在日本 而且很多貴婦你們都曉得 你們在臺北在高雄在臺中 那個麵包店還跟你說 我們這小麥是日本米粉 我們現場磨的 但很多窮苦的國家 埃及 埃及最近的麵包 一口氣漲了五成 社會在動盪當中 所以呢 不要跟想說烏二戰爭是他們家的事 烏二戰爭現在一來 已經先影響到整個歐洲了 二來 只要真的到四月 先跟各位說喔 不是在跟各位危險聳聽 到了四月 小麥沒有下種 明年的糧食就不夠 各位 連飯都沒得吃 還買電子產品嗎 好好想想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規模的 所謂的經濟的模型在推 就是如果這場戰事沒有平息的話 美國五個月後 經濟開始往下做修正 這個也是全球股市 這一波修正很重要的原因